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在我的衣帽间里面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一个整理衣帽间的一个主题 给自己鼓个掌 因为我终于把这个主题给拍了 拖了蛮久的 其实我三四月份就想做了 但是因为一直就有在忙 今天做的这个视频 确实是因为前两天升温升的太高了 穿衣灵感也确实会减少很多 可能是因为衣服都堆在一起 然后又有夏天又有冬天的 分类分的不是很好 然后整个的一个感觉就不是很到位 最后的话 这是因为我自己太懒了 所以这个我自己承认 为了今天拍这个视频 前几天我特地没有怎么太打扫 就我的衣帽间看似走进来 不会乱成那个样子 实际上是真的还蛮乱的 包括这个镜子就会一点点脏 其实我刚才稍微擦了一些 要打扫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那我打扫的步骤还是挺简单的 首先要准备一些东西 第一个是这种像鸡毛蛋子一样 第二个就是戴森 还有一杯咖啡 先把旧衣服给瘦掉 老公啊 过来帮我忙 你这一套就要不要唱歌就行 搞点音乐听听 外套基本就是这些 其实有的也穿不了了 但是我觉得就先放在这边嘛 就主要是西装啊 还有一些夹克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是 就是之前的衣服 我可能把它拿下来 我去搬个小板凳 就是在这一个屋里 这些都是下半身的一些衣服 我把它先拿下来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我的一些 长款外套 然后春秋穿的比较多的 像风衣啊 基本上都是风衣 还有这种长的毛线衣 这块就要是衬衫 然后我要把毛衣全部收走 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穿衬衫的人 这边基本上都是白衬衫 这样看我白衬衫还挺多的 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 女人一点的小衫 就这种是轻薄的那一种 这件nice people的就是稍微会比较 阔一点半身 这是一个衬衫裙圈 是MHL的一件比较日系一点的 然后我要把我最近入的一些衬衫 都摆到这边 今天真的入了蛮多衬衫 其实这里面大部分衬衫 我之前都有拍视频拍过 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上两期的淘宝分享 我感觉我去年买衣服 可能亮色系比较多 你看这边 今天好像开始没那么浮夸 但看到这种颜色还挺开心的感觉 这件之前有拍过日搭 我还蛮习惯的 不行 我觉得我这里面要换一件衣服 我要换一件白色的 不然我感觉不太好搭衣服 OK 我换了一件 它这个衬衫是比较阔的 就是直接这样穿也蛮好看的 可以塞进去也可以不塞进去 它是这种厚长前段的这种造型 这几件虽然我感觉后面 不一定穿的 穿的这件还可以 后面可能天气也不太适合 但是因为是今年才买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的衣服是什么 这上面都是一些比较单薄的一些衬衫 妈呀 我的衬衫还是挺短的 这件也是一个很炫酷的一个衬衫 但是这种荧光色的 接着好像是镇袖金的铜款 这件衬衫我要稍微有选择性的 把它是否把它放在今年的衣服里面 我刚刚去拍了一个试探 然后穿了这个衣服 好吧 继续整理衣服 这个视频真的很累 刚刚那套有一点点不自在 所以我又换了一套舒服的 就是白天穿的那套 这两包我打算就是到时候 在我的微博小号抽掉吧 随机抽 接下来就整理T恤 嗯 对 已经收完了 然后整理的这两包衣服 我打算到时候把它抽掉吧 穿的次数很少 然后也比较新 建议是旧衣服的人 就不要参与啊 害怕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振奋 这一区我还觉得挺麻烦的 因为放在这边也蛮容易吸灰的 刚刚发现也是一个礼盒 好像是之前合作送的礼盒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用过好像 然后之后也就在这个视频里面送出吧 这个礼盒怎么样 大家随便互动就行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裙子 我感觉我裙子还花里哭哨的挺多的 好累 我真的好累 大家应该从我的这个状态能感觉到 原来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这个样子 头发整个都不行了 整理了这一大块 唉 怎么感觉还是没什么变化的 虽然我从下午就开始一直整理到现在 实在是太累了 我打算好好休息明天再站 哈喽 准备拍摄 今天天气比我想象当中好 然后我今天就先穿这个睡衣整理了 今天到了这一块区域 还挺乱的 这上面传是一些针织衫 我要把它收起来 我的睡衣基本上都是买的无银良品的 像这种啊 还有这种啊 还有这种 随便拿都是无银良品的 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个 好像是美国的一个牌子 反正也蛮舒服 我之前也推荐过 这鞋都比较收进去 因为这些都比较厚了 好 这个就是 要放回去的睡衣 孙先休息 童子 我的天然的 ход的 红狠 一下 我的天然的 我全部红狠 就不会 我相信 我才是 那我 一些 我们就得 我们先见解释 我们就得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i need to pick me up 手势这边已经收拾好了 其实没有怎么完全的去规整这边 大概的把最近要用的全部放在这边 其实我平常用的就是这三个里面 这里面其实做很久之前的 以前都还蛮多买这种很大的 但是我其实已经不怎么洗完这种很大的了 接下来就是鞋子部分应该快到最后了 刚刚把鞋子排好了 其实这里面的鞋子并不是我全部的 还有的是在外面的鞋架里面 第一层是运动鞋和高跟鞋 第二层也是高跟鞋 凉鞋 第三层是拖鞋和穆勒鞋 第四层就是勒服鞋 然后把它底下也要收拾一下 现在的这个妆发已经完全不行了 我觉得做这个主题其实挺考验我的 因为我如果不拍视频 我绝对做的没有这么惊喜 虽然我现在做的也没有那么惊喜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精细的人嘛 这个衣架基本上都是奉的我最近想穿的衣服 我现在会把我比较想穿的衣服挂到这边 春夏的衣服不是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嘛 就是一些衬衫之类的 外套类其实后面应该穿的时间会比较少 就打算里面搭一套比较简单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些春夏外套吧 就简单的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